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陈秋发主持会议 1月19号 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省是工业大省 制造业是当家优势 2019年 我省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买上新台阶 新华社刊发报道 辽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支持发展非地经济 看数字变化增发展信心 今天我们来看我省三大攻坚站取得的新成绩 十朝十世汇民生 2018年 我省各地出台一系列汇民措施 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月18号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19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重要讲话 和19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 监督直纪工作规则 和全国组织部长会议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就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做出部署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监委 要紧密结合实际 聚焦重点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 采取更加有利措施 扎实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确保党中央各项要求在辽宁落地建校 一是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体系 把权力置于严密监督之下 三是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成果 坚持不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靶项治疗 精准诚挚 推动构建亲亲政商关系 四是要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构建基层正风反腐一体化工作格局 五是要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六是要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主体责任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牢牢把握新时代政法机关的使命任务 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作为首要职责 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重要任务 把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作为重大举措 高标准履行新时代政法机关的职责使命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 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 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 全力服务保障 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打造全面过硬的政法队伍 会议指出 我们要切实增强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 监督职计工作规则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确保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 坚持对标对标新精神新要求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 巩固拓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会议指出 要学习贯彻好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结合辽宁实际 扎实做好今年我省组织工作 旗帜鲜明讲政治 组织实施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党的政治建设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倒下 建设适应振兴发展需要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政治上绝对可靠 对党绝对忠诚的祖宫干部队伍 会议指出 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结合辽宁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习宣传贯彻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 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始终绷紧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 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扎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设三项重点工作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本台报道 1月19号 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总结2018年工作 部署2019年特别是一季度的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强调振兴发展安全为先 安全生产则众如山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 宁心俱力 真抓实干 以更加有效的举措 更加务实的作风 更加扎实的工作 努力实现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医药统一思想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转化为工作思路 实际举措 具体行动 树劳安全发展这个理念 助劳安全生产这条红线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二要证实问题 进一步聚焦工作短板 高度重视风险隐患 追根溯源 补齐短板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做到每一项举措切实可行 每一项任务抓实定牢 每一项工作落实到底 确保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 不留缝隙 三要突出重点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 紧紧扭住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这个重点 深化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改革 狠抓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应急救援保障能力提升 和机构队伍科学高效运转 全力以赴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以铁的标准名则 铁的担当尽责 铁的手腕问责 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夯实企业主体责任 抓实考核问责机制 做实社会宣传动员 把安全生产的责任链条 一环扣一环 一项接一项地真正落实到位 坚决守住不发生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底线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副省长 省安委会副主任王大伟主持会议 各市县区政府和重点企业 主要负责同志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本台报道 经过不懈努力 辽宁经济稳中有进 进中向好 已经走出了最困难时期 开始步入平稳 健康发展轨道 2019年 在经济下行压力 有所加大的情况下 辽宁将力争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与全国保持同步 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两会期间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雪东 就我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接受了本台专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数据显示 去年以来 随着三驱一降一步的推进 我国钢铁 煤炭 水泥 和平板玻璃行业 运营情况明显好转 工业大省辽宁 也从中受益 并得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发展 和高新技术跟进上 推动了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 今年 我省一方面 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巩固 增强 提升 畅通 八个字上下足功夫 另一方面 就是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 首先是巩固 三去一降一步的成果 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 提升产业链的发展水平 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 我们还要紧紧地抓住 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全面地推进我们省的 创新型省份的建设 对重大的装备 以及重要的关键产品 加大支持力度 制造业是辽宁的当家优势 今年 沈阳华晨宝马X3 大连英特尔27 横利链化一体化 中式由辽阳石化改造 葫芦岛履业17等项目的 竣工投产 加快了辽宁制造业的 升级步伐 今年围绕增动能 强弱项 补短板 调结构 我省又谋划布局了一批 重大项目 推动制造业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也继续增强投资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 谋划重大项目100个 计划今年的投资总额 达到800亿元 这其中有400亿元 多达53个项目 是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的 这类的项目 同时我们要狠抓 重大项目的落实落地 比如华晨宝马新工厂的建设 华晨雷诺的轻型商用车 新松机器人的未来城 还有大连先进光源 中望高精旅 这些重大项目 今年我省还切实将 全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实现 压缩到90个工作日以内 并持续推进企业项目承诺式 以改革为突破 优化投资营商环境 促进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形成经济发展 配备了项目管家 我们会为企业和项目单位 全程全过程的提供 电小二式的服务 那么再有呢 我们会持续的推动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落实啊 有关民营经济 23条的这个重大举措 那么我们也包括促进 引起的对接 能够加快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中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被放在了首位 对于工业大省 制造业大省辽宁而言 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促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我省在强基础 补短板 抓创新 育人才 优环境等方面 所下的功夫 付出的努力 都会实实在在的转化成 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本台报道 风险降低了 贫困人口减少了 好天气更多了 过去一年 我省把握节奏和力度 使得三大攻坚站得到扎实推进 看数字变化增发展信心 今天来看三大攻坚站的推进情况 风险隐患有效防控 严控增量消化存量 严格落实化解政府债务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实施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企业资产负债率继续回落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法 脱贫攻坚强力推进 开展脱贫回头看 实打实摸清情况 面对面解决问题 选派1.2万名干部助力脱贫攻坚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377个 实现15.43万人脱贫 519个贫困村消耗 6个省级贫困县摘贸 污染防治不断加强 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和国家海洋督查反馈意见整改 生态环保督查回头看 群众信访投诉半截率达到98.7% 全面建立五级核长制 淘汰10吨以下燃煤小锅炉 4536台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 PM2.5平均浓度为38微克每立方米 下降13.6%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1% 比上年增加19天 新华社1月18号刊发报道 辽宁打破行政区划界线 支持发展非地经济 报道说 今年辽宁省两会上提出 辽宁将打破行政区划界线 支持市县和区域之间 联合共建非地经济园区 同时以非地经济模式 鼓励外省产业向辽宁批度转移 从而为吸引投资和搞活现域经济 找到有力抓手 据辽宁省政府近日出台的 关于支持非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辽宁将鼓励各乡镇和外县市的招商项目 起来落户 并承接外省产业的转移 辽宁建立分享机制 落户非地缘区项目形成的税收等利益 原则上按无比无比例 由项目非出地与非入地分享 同时在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 对非地经济给予具体政策支持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2018年我省各地出台一系列汇民措施 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日前铁岭县大电子镇英树沟村九祖村民金永贵脑梗 住进了医院 由于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并且现在实现了异地就医联网及时捷报制度 家人不再为医疗费用筹没不展 2018年铁岭市实现了参和农民异地就医联网及时捷报工作 大病保险政策使参和农民在原有新农合补偿比例基础上又提高了13个百分点 从2018年7月份开始 本西市投资3亿元 对平山 明山 西湖 南分四个主城区早期棚改的40个小区 进行全面维修改造 维修改造工程涉及四个主城区的40个小区 住宅6.3万套 受益居民近20万人 2018年 府顺市政府投资9800万元 对新府区 望花区 东周区 顺城区212座二次加压泵站 240套供水设备进行全面改造 20万高层住宅居民受益 沈阳 大连新建多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让老人不出社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吃饭不愁 专业照护 看病不难 娱乐有伴的一站式养老服务 盘景推广互联网加垃圾分类模式 建设再生资源智慧回收平台 实现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统一的智慧化运营 采取在居民小区布设智慧分类垃圾站点等举措 鼓励居民实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 葫芦岛投入16亿元改造道路交通 完善畅通的路网 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长耕组 新老城区差距大等问题 丹东市连续两年将4号干线项目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工程 让丹东北部山区居民也享受到了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 锦州市严格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 课业负担重 大班额问题 安山市启动8890民生问题大数据平台和政务便民服务平台 整合12345政府服务热线 民心网 市场信箱等群众反应问题的各种渠道 统一受理群众的各种诉求和需求 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 本台综合报道 安山市山南街道福康社区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实行 扣建社区大党委 推动社区党建力量不断增强 辖区和解稳定 昨天 福康社区组织社区党委工作人员 居民代表与住接单位成员 一起召开了大党委联席会 总结工作经验 同时了解群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为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福康社区建立大党委工作格局 将辖区18个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纳入到社区大党委班子里 福康社区按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实行的要求 积极推动各项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服务群众为重点 住接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基层党建新格局 实现了党建带动 多元参与 双向互动的常态化服务 全面提升了社区党支部的组织力 强化了党支部的政治功能 使社区党支部更有力量 我们把为民服务落实到社区每个群体 让社区百姓更具幸福港和归属港 本台驻安山记者报道 在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过程中 盘景市对转办问题迅速反应 切实整改 举报问题已经百分之百半截 在盘景市大洼区新兴镇两棵树村东侧养鸡场 新建的封闭式粪便收集池格外醒目 两个月前有人举报该养鸡场鸡份到处堆积有异味 核实情况后 大洼区环保局和新兴镇政府 立即对该养殖场进行立案处罚 同时帮助养殖场进行整改 我们对养殖部周边的环境进一步进行清理和完善 与养殖部进行沟通 对查日清日解 还有一些水子监缺 达到环保的要求 在兴隆台区 群众反映的餐饮油烟污染扰民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不定期对餐饮业进行巡查 确保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 达标排放 盘警士还建立起责任追究情况 每天报送机制 上下联动 高效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调查处置工作 本台处盘警记者报道 1月19号 民革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 民革辽宁省委主委温雪琼 代表第13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会议强调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民革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下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 积极为辽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建功立业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台报道 日前 大连市发布关于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 对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 安全监管责任 日常保养维护责任 都做出了指导性说明 1月19号 省音乐家协会组织的 红色文艺青旗兵小分队 来到32126部队慰问演出 演出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尽万家》为主题 1月18号晚 2019年 瀕阳新春民族音乐会 在圣经大剧院举行 舞风鼓韵的民族音乐 为审城人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1月19号 由辽宁省营养师协会主办的 2019辽宁省功能医学精准营养高峰论坛 在瀕阳举行 论坛旨在助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促进学术交流 分享行业前沿动态 1月18号 2019年 瀕阳国际跆拳道公开赛开赛 我国和韩国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 125支代表队 近3000名选手参赛 日前 2019辽宁工厂岭第四届 国际滑雪邀请赛在辽阳举行 我国和美国 日本 俄罗斯等7个国家的 近200名选手参赛 1月19号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巴宝海水库 举行了第三届东补节 吸引了来自省内外 5000余名游客到此观赏 预计三天的东补量 将达到4万公斤 1月17号 大连海关破获一起走私动品大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经查2015年4月以来 以董某某为首的走私团伙 擅自内销保税料件6290吨 暗值5500万元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noo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